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其实从这个月份开始 我来美国的生活已经正式进入第十个年头了 那在这九年多以来呢 我觉得最最值得和大家分享的经验之一 就是关于二手和闲置的一些 本期视频呢会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关于我个人对于处理闲置的一个理解 第二部分呢就是实证经验 关于我在各大平台一些经验的分享 第三部分呢就是我在处理和购买闲置的一些 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大家一看我今天因为内容非常干货 所以还写了很多小卡片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 那就不要走开机器看就 那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我为什么要卖二手和买二手 首先呢很直白的来说当然是为了钱了 那你闲置的物品留着多余气质又可惜 当你通过便宜的价格买到心仪的物品 会有一点点占了便宜的那种快感 第二点呢就是变费为宝 当旧的物品加上历史的痕迹 换一种面貌出现在新的时尚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会开始沉迷于这种旧的灵魂新的时髦 第三点呢当然就是环保了 处理旧物如果扔掉 无非就是变成垃圾被填埋或者焚烧 这样既浪费土地又会破坏生态 在这里我推荐大家参考这一期视频 是一位UP主做的一个纪录片 它就是有参观一些旧的衣物回收的工厂 看看他们如何把这些衣物变费为宝 OK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部分呢就赶紧来分享一下 我在尤其是北美地区的各大二手交易平台 多年以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呢 我按照时间的顺序大概罗列一下我用过的一些平台 在若干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 当时还是学生 通过室友的推荐呢 我就知道了这个MuBBS这个 它论坛上有一个二手交易的那个 当时我觉得用户还是非常活跃的 而且这个平台的好处就是它要可以 你可以说你在哪个城市 当时我是在波士顿嘛 我们可以选择面交 就是付现金一手交易一手交钱的这个方式 大家都知道论坛有一个就是积分等级制 我一开始注册之后呢是小学生 然后通过因为经常去出二手 慢慢慢慢我现在已经是教授级别了 就特别特别搞笑 废话不多说 那这个平台呢 我因为过去了很多年了嘛 那目前我偶尔上去看 发现这个板块好像不如当年那么活跃了 但是也不一定 这可能取决于你出的东西是什么 它的缺点吧 我就觉得如果是超过两百刀还是一百刀以上的物品 你必须要有小票的照片才能发出去 否则会被管理员删掉 因为这还是存在很多的风险的 尤其是大部分商品你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你对真伪的辨别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话 还是很容易遇到骗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那第二个平台呢就是微信群了 我手机里应该目前还加着五六个二手处理的微信群 都是西雅图本地的 这样呢我们就方便同城的朋友互相见面 疫情期间可以到对方的家里去取 微信群就是经常会发现有人搬家 然后一整个家里的一些家具啊 自信快速的除掉 所以放的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最近还有朋友把我拉进了一些母音群 因为我还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在母音群里面也经常会po一些家里用的东西 第三个呢就是all4up 一方面我的确用了很久 另外呢它就是我们华州Belview本地的公司 然后之前呢想把它和它的竞争对手叫letgo这个app 做一个对比 没想到就在上个月吧 all4up直接收购了letgo这个公司 然后并且合并整顿了 那这样也省了我一些多余的赘述 觉得这个app的优点呢就是它的用户量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经常有人在线可以在线聊天 然后它是主打应该是线下 但是呢同时你也可以选择邮寄的方式 同城的话你就可以见面付cash或者转账 这样就避免了一些消费税的烦恼 这个app更加适合于平价的一些家具啊 电子产品啊家居生活类的小物品啊等等 它的缺点就是如果你要就是邮寄的话要付12.9%的手续费 然后它的运费选择也比较局限 而且虽然我挺喜欢的 客观真实的一点讲就是我有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放鸽子的人 具体呢你们可以看我最后一部分的那个趣事分享 我会给你们讲一些有哪些搞笑的事情 OK那第四个就是The RealReal 这个呢我其实接触了也就大半年的时间 也是朋友推荐给我的 因为我有之前啊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买了很多奢侈品的鞋 但是因为尤其是疫情期间对我的消费观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颠覆 比如说五年前我喜欢的鞋 现在看上去就有点out有点过时 而这个平台刚好呢满足我的需求 The RealReal应该是一家比较偏中高端一点的 尤其是奢侈品的一个交易平台 大家可以看它官网的那个品牌的list 来查询哪些品牌是接收的 你的这个物品不一定要非常非常新 你可以是全新的顺势代表的那当然是卖的价格会更好一点 然后它的优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多的 一方面呢就是你的奢侈品嘛 很多人会卖到假货 这个平台会帮助你鉴定真伪 只有真的商品他们才会接收 如果东西非常多 你就可以拿一个盒子把所有东西塞进去 然后全部寄给他们 也是包邮免运 他们会负责拍照 就是照片拍的还是比较精致 然后很专业的那种 而且这个平台的话 它用户非常多走货也很快 像之前我一共一次进去的大概四双鞋吧 很快就有卖掉了三双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如果你这个本来就是一款网红鞋 比如说是椰子的鞋很难抢 它甚至可以列出来的价格 比这个椰子鞋的原价还要高 还有一点就是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如果你它每个月都有一些promotion 比如说你这个一下子寄去的五件商品 它会送你一些credit 像我经常会这个月收到五十刀 下个月我会收到一百刀 然后你就可以在它的网站上面消费 当然我觉得它缺点也很多 首先它这个手续费就是最伤的一点 大概的区间就是一百刀以下的商品 你只能拿到40%的肯定鞋 像我之前有寄过一双Chanel的凉鞋 然后它列出来的价格有三百多 然后它会给我给到60% 我还寄过一根Tiffin的项链 它列出来价格有1000刀以上 然后它会给我70%的commission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depends 这是怎么说呢 你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势必会失去一些东西 既然它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便利和服务 所以相对而言我们换到的也是比较少的commission 另外就是这个平台那个退货量还是真的是蛮高的 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物品被卖掉了 我非常开心 然后过了几天突然发现被退货 如果你非常非常急迫地想出东西的话 你还要再顺重考虑一下 接下来这两个平台真的厉害了 也是我最近几个月才开始用的 而且真的是为了做这些视频 主动去做了一些这样的体验和尝试 Postmark还有Macario 我觉得这两个APP非常相似 首先我先说Postmark 它的优点就是运费是统一的 全部都是7.11美元 非常适合寄大件的物品 然后它的那个平台的模式 就有点像那个Instagram 你可以去follow别人 你的粉丝特别多的话 你卖货的速度也会变快 特别适合卖衣服和鞋 尤其是女士的当然会出货快一点 但它同时也收一些像男士啊 小孩那还有一些家具的物品 它的缺点就是它手续位非常高 有20% 当然对比前面的的realreal 这也就是九牛一毛了 第二个它的缺点就是它不能在线对聊 你只能给人家留言在这个商品下面 留言的话就是对方看到 可能就没有那么快来回复 第三个就是我用下也就这个平台 我发现有很多骗子 它会给你留言 然后说让你把一些图片啊什么 发邮件给它 然后它会在邮件里骗取你的一些个人信息 所以大家用这个平台的时候 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吧 然后呢就是McCarrie 其实两个平台我算是同步在用的 都大概用了三四个月左右吧 然后我在McCarrie上已经卖掉了十几样东西 但是在Poshmark只卖掉了三样 所以我其实个人更加喜欢McCarrie一点 优点呢就是用户很多走货也很快 下个月开始 也就10月份开始它的手续费要涨到12.9 跟offerup一样 另外还要每一单收取三毛钱美元的手续费 另外我发现上面的用户还是比较nice的 大家都可以聊天 还没有碰到什么特别命的人 然后呢这个平台就更比较适合 我觉得要么就轻一点的小件商品 要不就贵一点的大件物品 这样你要交的手续费比较少吧 然后它上面出电子产品也非常合适 不像Poshmark它是不接收电子产品的 缺点的话我觉得这些通过邮寄的平台 都有一个同样的缺点 就是你要自己打包 自己和你的买家来作为一个交流 大自然的打光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线下的实体店 主要我去过的就是Buffalo Exchange 上次跟朋友去 它店内不让拍摄 所以就大概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看起来和那个Goodwill的店里 其实差不多 是比较低端比较廉价的感觉 但我主要想说的就是关于 卖衣服给他们这件事 他们就有点像一个当铺 你可以带一大顿衣服过去 然后他们看到他们觉得可以接收的商品 就会给你一个带着的估价 然后现场给你钱这样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他给的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少 我上次大概带了五件衣服吧 有几个品牌还不错 甚至是代标的 最后也就拿到了16美元这样子 有的人甚至带一大包东西过去 他们可能一件都没有收 所以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可能会被很low很low的lowball 但如果你追求快速清理衣橱又不想风纹都拿不回的话 这样的一个实体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你要考虑一下路途上的成本 如果你没有车的话 还要拎一袋袋子衣服过去 这样来回来折腾 最后可能只能拿回10块20块 这样也不是很值得 接下来叫Treda 我手里正好有他们家官网拿到的一个kit 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的官网申请免费领取这样的kit 里面包含了已经给你贴好label免油的一个这样的寄快递袋 可以看一下 这家就长得还蛮好看 他的这种风格 都是这种蓝绿色的波点 然后这袋值非常大 大概一袋能塞一下大概20件衣服吧 Treda既像廉价版的The RealReal 也像线上版本的Buffalo Exchange 它的优点也是一样很方便 它是免运费可以寄到Treda它们的仓库 然后它会帮我们拍图 但拍照就相对没有那么专业了 然后会list在他们的网上 另外它的售后也比较神奇 你可以在官网看到你这个整个快递袋里所有的衣服 它收了哪些 然后它list上面之后你可以自己去改价格 之前第一代寄了大概20多件衣服 最后有收了差不多15件左右吧 我觉得它的那个接收程度还可以 然后最后有卖掉12件 还有三件现在还在上面卖 缺点呢非常严重 就是跟之前那个店里一样 就会被lowbo 每一件衣服可能只能拿回来一美元这样子 另外它处理速度超级超级慢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可能要接近三个月才会处理到你这一袋衣服 但是你也可以加16块钱来给它 它会给你做一个premium的处理 可能大概一两个礼拜就会筛选好 然后拍照好list在网上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一家只收女士的衣服和鞋子 还有包包吧 其他的东西基本都不收 尤其是男士还有家具之类的 所以说这家就适合一样 你不想拎这一袋袋衣服去pufflo exchange 又想换回一点点钱的话 你就可以订一个这样的kit 然后一次性的处理掉你衣柜里面不想要的衣服 我送掉过一个客卧的queen size的床垫 特别奇葩的一个人他要了我的地址 然后说已经在路上了大概20分钟到 结果我等了一会再去联系就消失了 明明你都说你已经过来了 你怎么还是把我给放鸽子了 我就说这特别无语 过了几天呢这个床垫还是有人来拿走了 来了一个白人哥们开了一个size比较大的那个van 他就一边来取一边就跟我们讲 他最近被前女友给劈腿了 然后前女友还把他的房子给占了 最近就只能住在他这个van上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惨的 所以直接把那个被套啊什么床单什么的也送给他了 但是后来想一下就是有的时候这些故事吧 也不一定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挺drama的 所以who knows 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有点感人 我之前呢在网上买过一个这样的装饰画 是全新的一直没有用过 快就有人联系我 然后我们就在加拿附近的一个超市见面 从车上下来了一位老爷爷 其实他年纪我感觉有70岁以上吧 头发花白的那种 然后走路都有点哆哆嗦嗦的 但是他一个人开车过来的 他开了挺久的路来过来取 就是因为他的妻子 应该也就是一位老奶奶 总是在网上购物 然后这个平台看看那个平台看看 动不动就让他取这个取那个 让他到处跑 他就在那边抱怨 但是 当我再次看这幅画写的什么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真的好感动 就是他还愿意为这个老奶奶到处跑 就是哪怕身体不方便 还愿意开车去给老奶奶取各种东西 然后这幅画上面的这句英文的code 就是感觉跟他这种状态特别特别符合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就是我之前有说在那个微信的母婴群里面卖家具 结果就碰到了一位 他几乎就算我的邻居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然后还就成为了朋友 我觉得这还挺有趣的 就是通过买卖二手可以交到朋友 然后最近我又在群里出掉了一个 因为我改造衣橱多出来很多那种收纳盒 就碰到了一个西雅图本地的小伙伴 然后他聊着聊着他通过我的头像 他说他看过我发在微博的视频 因为我的微信头像其实只是一个低着头的画面 被认出来的感觉还蛮奇特的 一方面呢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有还是发现有很多人有看我的视频 有注意到我 另外一方面我也有点焦虑 总之呢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以后还有朋友把我认出来的话 就是不要把我的一些个人信息给公开出去就可以了 就是就这么一点小小要求 OKOKOK 这期视频我终于说完了 是不是非常干货 希望还有人看到这里 因为真的是非常呕心沥血的 精心整理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希望对北美甚至其他地区的一些小伙伴 提供到一些有用的帮助和参考 既然你看到这儿了 如果你喜欢门迹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Bye